小朋友在一起玩滑步車玩得好開心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在其中 今天是高雄第三十一間公共託育機構開幕 不少家長都來看看小朋友未來的學校 高雄第三十一間托育機構開幕地點位在南紫區 是第一次結合公園綠地 也規劃分年齡照顧的空間 給孩子充分活動 像森林裡面的精靈屋 孩子在裡面托育 就像森林裡面的小精靈一樣 可以自由的活動 我們也許有可能再增加一些收拖的名額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市場內部 他表示高雄的公託 若是優先名額達到百分之三十 是六度最高 未來公託據點將增加到五十三處 十分的部分 政府也會減輕家長負擔 高雄市政府也表示 南紫區因為高科技產業進入 人口不斷成長 將會在居住教育社福等需求 積極整備 將打造適合年輕家庭 友善的托育環境 華視新聞 許立森 秋顯雄 蔡木俊 高雄報導